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最近呢,迪斯尼加上上线了一部 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为背景的电视剧《将军》 中文翻译成《幕府将军》 那看了一下呢,挺不错的 是由英国作家詹姆斯·克莱维尔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里面有大量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的角色登场 并且故事围绕着日本史上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关云之战》来展开 整体的浮化道比较讲究 又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进行的架空 所以也没有什么史实硬伤的说法 非常的值得一看 而且里面很多的原型历史人物呢 我们都讲过了 感兴趣的学伙伴可以去了解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本剧的第一集内容 本集的名字叫做安真 安真在日语中是领航员的意思 取这个名字的目的呢 应该是为了引出本剧的男一号 由克斯莫·贾维斯饰演的领航员 约翰·布莱克索恩 影片一开场 在大海上出现了一艘破败的帆船 里面呢 有船员的尸体和满箱的武器 接下来开始交代故事的时间和背景 1600年 也就是官员之战开打的那一年 当时葡萄牙人已经与日本开展了很长时间的海上贸易 而且一直呢 在阻止欧洲新教教徒们发现日本的所在 历史上 葡萄牙确实是第一个与日本开展贸易的欧洲国家 1543年 大海盗王直的一艘载有葡萄牙人的船只 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 并且把火神枪也引入了日本 六年之后呢 代表葡萄牙的西埋牙籍天主教传教士 佛朗西斯科沙乌略作为第一个到达日本的基督徒 开始在日本传教 从对外贸易和信仰传入上都占尽了先机 所以剧中啊 会出现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和商人 而本地信仰基督的日本武士和居民呢 也都是天主教徒 接下来文字中提到了去世的泰格 这自然就是从一介农民出身 却做到日本天下人的封臣秀吉 历史上死于1598年 而他留下的年幼的继承人 其原形肯定就是封臣秀赖了 帆船之上 有人用侧身锤查看海底的泥沙 在航海过程中呢 有经验的海员会将动物油脂涂抹在侧身锤上 通过粘上来的沙子来推测船只航行到了何种海域 这个人呢 便是本剧主角约翰·布莱克索恩 他是这艘船的领航员 而历史上的原形 便是第一个成为日本武士的白人威廉·亚当斯 日本名字三普安人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玩过人亡 没错呢 就是他 威廉是一位英国人 曾经加入过皇家海军 后来受过于荷兰路特丹公司 前往东南亚寻求香料贸易 他们沿西非海岸南下 渡过麦德伦海峡 进而横渡太平洋到达远东 结果一路上呢 灾难连连 五艘船只只剩下一艘 漂流到了日本 正是威廉搭成的慈爱号 也叫伊拉斯莫号 剧中的设定啊 与历史非常的相符 只不过主角约翰等人的目的呢 是为了找到日本 抢夺葡萄牙人与日本的贸易权 通过约翰和船长的争吵 我们得知啊 伊拉斯莫号上已经淡尽粮绝了 包括船长在内的船员们都放弃希望 只有约翰呢 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日本 镜头穿过农雾 一位带着十字架的日本天主教徒来到海边 他发现了被海浪冲上来的伊拉斯莫号 很快啊 管理当地的武士就到了 他叫做尖木央海 他登上船只 发现了里面已经饿得不省人士的约翰等人 并且呢 还看到了船上的500只火枪和20架大炮 这里要说明的是啊 剧中约翰的靠岸地点是在伊豆班岛 而历史上的威廉亚当斯 则是在九州旧处登陆 协助他们上岸的是旧处城主太田一吉 随着标题的出现 身骑白马穿着华丽行头的高贵武士出现在了镜头 他正在进行英烈 是当时在大明之中非常流行的项目 此人名叫吉景胡勇 是本剧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英的历史原型 是开创江户幕府三百年江山的德川家康 旗帜上的家闻也印证了这一点 而这个留着小胡子的人 就是他的儿子吉景长门 从年龄和一直跟着胡勇这种状态来看的话 应该是历史上的德川秀忠 也就是江户幕府二代将军 当然呢 这只是根据现在的剧情初步推断啊 以后有啥变化也说不定 从父子俩之间的对话也能看出来 胡勇很欣赏猎鹰 懂得保留实力 司机而动这一特点 这与老乌龟能忍能活的特性非常相符 随后呢 胡勇一行来到了大板城门前 等待他们的是他在政治上的主要敌人 石唐和城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呢 历史原型是十年三成 入城之后 胡勇整备衣装 准备进行会议 此时走进一名年迈的武士 来人名叫护田广松 是胡勇的左右手 很受信赖 二人如临大敌一般 进入平易间 里面是日本权力中心的其他四位人物 这里重点说一下呢 剧中泰哥死后 成立了以五位大名为核心的摄政平易会 分别是积井胡勇 石唐和城 木山又近定长 山山如水 大野情信 本身武大佬和武奉行 都是后世约定俗成的叫法 猴子的遗书上 语言文是称武大佬为武人之众 武奉行则被称为武人之物 后来人们多称武人之众为 御奉行众 而武人之物则被称为年计贡 或者御年计重 也就是说呢 武大佬和武奉行 应该叫做武奉行和武年计 只不过呀 老乌龟不喜欢这个称呼 你想奉行嘛 这都是给老板干活的 党子里多低啊 所以那些家康阵营的武士们 一般都称当时的武人之众为武老忠 武奉行就给了武人之物了 直到江湖幕府建立之后 幕府执别中有一个最高的职位 叫做大佬 权力很大 地位非常高 以此为借鉴呢 才给武人之众叫成武大佬 这样呢 就有了武大佬武奉行的叫法 我们呢 还是按照习惯的说法来叫啊 武大佬的成员呢 在当时的时间 包括德川家康 毛利回元 上山景盛 前田立长 于喜多修家 武奉行则有前野长正 前田悬矣 十田三成 增田长盛 长数正家 聚集中的摄政平议会 则是在这些人中挑选了几个主要的 又跟其他相关的历史人物融合在了一起 极竟忽勇对应德川家康 十堂合成对应十田三成 这个都不用说了 剩下的三个里边 大也是最明显的 对应三成的好友 大鼓鸡鸡 麻风脸 加上经典的着装 一看就知道是他 名字叫秦信 日本战国时代最有名的秦信 应该就是武田家的那个了 搞不好角色里面呢 有他的影子 但是说不准 还是要看后续剧情发展 珊珊从他基本不怎么说话来看的话 很符合历史上沉默寡言的山山景盛 而如水这个名字 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黑田如水 也就是著名的军师黑田官兵卫 最后的牧山 从名字看 第一个想到的是高山右近 极具代表性的吉利之丹大名 当时的时间段呢 他应该在我大佬之一的 前田立堂那里做客将 存在感是比较低的 官员之战中也见不到他的影子 后边几集呢 牧山出场比较多 也明确告知了他是天主教徒 这一点倒是跟高山右近符合 但是前田家在官员之战 整体是属于家康阵营的 而剧中的牧山呢 却是坚决反对胡勇的人 想了一下 我倒是觉得呀 牧山这个角色 更像官员之战中 西军的一个重要将领 小西行长 同样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吉利之丹大名 再者呀 官员之战中 给十年三成出力最多的 就要数大谷吉记 跟小西行长这俩 而且呀 虽然他们俩在历史中 没有进入五凤行之列 但实际上呢 封臣政权之下 作为凤行最突出的 除了三成之外 就是他俩了 既然大谷都能成为大爷 那么小西呀 对应牧山也未尝不可 当然 还要看剧情最后 是怎么发展的 才能做最终结论呢 这里只是暂时这么推测 平议会之中 石唐联合其他摄政大名 对胡勇发起弹劾 理由是他违反太阁一命 通过联姻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这个跟史实中 德川家康的作为 也是相符的 除此之外呀 石唐等人还要求 将太阁继承人的生母 送回大阪 因为他在当天早上 被带到了胡勇的江湖城 这位夫人呢 肯定就是历史上 风尘秀赖的母亲 甸甸了 在剧中呢 叫做落叶夫人 从这里能看出啊 太阁死后 双方已经斗得不可开交 胡勇虽然不在大阪 但是他实力强大 并且还在持续发展 石唐虽然身居权力中心 但却需要联合其他摄政大名 才可以对胡勇构成威胁 历史上德川家康 确实也是五大佬比头 主要都是由他来处理日常政务 其他大佬和五奉行呢 都可视作牵制家康的棋子 此时胡勇手下一名武士 于左建中义按捺不住了 从这个名字来看啊 他马上就得死 中义声称自己主公的行为 都是合法的 石唐等人属于污蔑 胡勇呵斥中义退下 中义也知道啊 自己捅娄子了 在这种级别的会议上 擅自拔刀冲撞大名 不是切腹就能了事的 果然呀 胡勇不仅要为此向石唐道歉 中义还搭上了自己 跟他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会议结束后 胡勇来到鸽子房 从鸽子身上取出一封传书 上面全是一二三字 啥也看不懂 显然是密语 有人在向胡勇通报各地的情况 与亲信护田广松的对话中 胡勇肯定了中义的勇敢 但是他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同时他确保了广松的孙女 阿腾的安全 原来中义是广松的孙女婿 他跟阿腾是夫妻 随后呀 胡勇交代广松前往网贷 也就是约翰上岸的地方 去调查此事 广松虽然很不解 现在胡勇身陷龙坛虎穴 为何还要管这种闲事呢 但是在胡勇的命令下 他还是开始行动了 此时此刻 伊拉斯末号上 幸存的船员们 正在担心自己的命运 作为领航员的约翰 仍然是信心十足 他认为只要船上的航海日志 没有被找到 他们就能骗过当地的 葡萄牙人和日本人 很快他将知道啊 自己的想法是有多天真 而于左见忠义的妻子阿腾 为了保住儿子 以自身性命来威胁 这个时候呢 进来一位女子 她是本剧的女主角 护田居子 对应的历史原型呢 是明治光秀的三女儿 明治玉 她是大明西川中心的正室 虔诚的天主教徒 习里名格拉西亚 因此呢 也叫做西川加罗舍 居子成功劝下了阿腾 即使他想要跟儿子和丈夫 一起赴死都不可以 因为作为大明的胡勇 下令让他必须活着 居子由于当年父亲背叛之事 留下了心理阴影 所以才一直恪守 武士世界的礼法 这件事啊 自然指的就是历史上的 本能思之变了 而剧中居子的身份呢 是护田广松的儿媳妇 他的丈夫叫做护田文太郎 从这些关系出发呀 护田文太郎的原型 应该就是西川中兴 而护田广松的原型 应该就是西川中兴的爹 西川藤孝了 西川父子在当时呢 确实也属于德川家阵营的 但是西川藤孝的地位 和受重用的程度 都比不上护田广松 对于胡勇 广松呢 反而是更像 家康身边的另一位老臣 鸟居园忠 自家康幼小的时候呢 就跟随在侧 很受信任 官员之战更是镇属福建城 最终战死 推测呀 护田广松 应该是鸟居园中 和西川藤孝的结合体 视角转到网代村 当地大名 监睦守仲来到了这里 他是网代村的管理者 监睦央海的叔叔 是整个一斗的领主 监睦守仲这个人物 网上说是对应历史上的 家康宠臣 本多郑信 本多郑信在当时呢 是在家康麾下 领地啊 是在项魔国 玉神城一万旦 不是一斗 守仲这次来呢 是来看约翰这群蛮人的 约翰本想对等谈话 结果呀 被淋了一身下水 好在村中呢 有信仰天主教的百姓 多少懂点英语 但是还是被央海羞辱 接下来呢 上演了一出斩舍欲勉 其实在江户时代啊 武士这样杀人是不行的 但是剧中的时间呢 是战国末期 这种场面不过分 约翰很显然被吓傻了 人命在这里宛如草芥 好不容易见到了 监睦守众 他们却找来一个 满口葡萄牙语的 天主教神父 来给约翰当翻译 神父一上来 就状告约翰一行人是海盗 请求守众立即处死他们 这里神父之所以 这么恨约翰等人呢 主要是信仰问题 虽然他们都信耶稣 但是以英国和荷兰 为代表的新教教派 跟葡萄牙西班牙 所信仰的天主教教派 是互不承认的 他们都认定对方是异教徒 这才一上来 就要置约翰等人死地 好在约翰踩踏 对方十字架的行为 让守众看在了眼里 守众也明白 神父跟约翰是敌对关系 这才让约翰活命 只不过他们的船只 和上面的武器都被没收了 并且还要处死一名船员 镜头回到大阪 胡勇跟泰格继承人 八重千代正在玩游戏 从姿态上看 胡勇对他是很尊重的 并且八重千代 也叫胡勇叔叔 说明两人的关系还不错 胡勇谈到 他在八重千代这么大的时候 成为了一名人质 等大一些 却又成为敌人之间的交易品 这是对应了 德传家康年幼时期的人质经历 说话间 屋里走出一位老夫人 八重千代称其为大荣院 并且礼貌的鞠躬 既然他的生物现在身在江户 那么此人定是泰格的遗孀 也就是历史上的北正所宁宁 接下来是胡勇跟大荣院的一番对话 看得出来两人的关系并不疏远 历史上在官员之战期间 宁宁与家康也走得比较近 大荣院势意胡勇 以美农园的血统站出来 建立幕府成为将军 从而可以更好的保护八重千代 这里的美农园 不知道是说的血脉还是一个地区 依照日本及其讲求血源的传统 应该是说的一只血脉 以前做过将军的 那么这里应该指的就是历史上 幕府将军的专属血统 清河河内元氏了 然而历史上 德川家康的血缘 却不是那么慈氏 他自己改来改去的 一会儿说是藤元氏 一会儿又说是元氏 约翰这里 一名船员被施以喷醒 惨叫声从白天持续到晚上 监睦守众坐在院里静静的听着 而晋氏找来的铭记 却看出了他变态内心的空虚 为了取悦守众 晋女跟晋氏上演了活春功 这里的镜头非常相艳 尤其是那句 第二天被清洗干净的约翰 光着屁股醒来 守众疏直则谈论着 怎样独吞约翰他们的船只和武器 结果说着说着 护田广松代表胡勇抵达 啥也没说 直接把船物资都没收了 并且要求带走领航员约翰 守众不敢违背强大的胡勇 只能委屈答应 同时他也明白啊 侄子的村落里有胡勇的线人 得知要被带往大阪的约翰 仍然为船上的同伴担忧 正在他跟广松等人纠缠的时候 一个名叫罗德里格的西班牙人 替他解了围 就这样呢 约翰搭上了前往大阪的船只 行至一半突然遇上了暴风 此时约翰作为领航员的经验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罗德里格却十足落海 暂时靠岸后 约翰执意要去寻找罗德里格 守众则率领手下同去 一行人在悬崖上 发现了要寻找的人 但是啊 需要有人顺着绳索下去施救 为了防止约翰趁机逃跑 守众不许约翰下去 而约翰则挑衅守众 希望他在自己手下面前打个样 守众明白了约翰的意思 自己下去救人 结果呢 绳子却断裂落入海中 约翰就这样静静的看着 等着守众出仇 谁知啊 守众却毫不犹豫的拔出刀来 准备切副 这让约翰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他并不知道 对于一个真正的武士来说 这样被淹死是一种驱逐 在放下新绳子 救上守众之后 约翰深深的向他鞠躬 以示尊敬和歉意 夜幕之下 胡勇以居子公公 护田广松的名义召见他 他想让居子充当自己 和约翰之间的翻译 并且言语中提到了 居子的父亲明治人斋 自然就是历史中的明治光修了 居子新人的接下了这个任务 而胡勇则表示 能够力挽狂澜的 就是这个即将到来的蛮人了 约翰等人在修整之后 再度向大阪启航 躺在吊床上的罗德里格 跟他讨论着这些天经历的种种 说着说着 罗德里格摊牌了 原来啊 他得到了约翰等人的官方文件 里面明确写着他们的使命 那就是武力毁灭西班牙 在海外的天主教基地 并且进行掠夺 然后一路抵达日本 在大航海时代之初 两大海上强国 葡萄牙和西班牙 为了避免冲突 确定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宗教的介入下 将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瓜分 经过数年的纠缠 最终是在1529年以后 形成了如途中的局面 葡萄牙势力主要分布在 非洲沿岸 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 日本也属于其划分的范围内 西班牙则主要在 南美洲西部和北美洲南部 而约翰他们的船只呢 是从欧洲启程南下 穿过麦哲伦海峡 直接进入太平洋 也就是说呀 他们主要经过的是 西班牙的实力范围 一路上也是靠着掠夺 西班牙的这些殖民地 才到达日本的 所以作为西班牙人的 罗德里格表示啊 到了大阪之后 就会把这些文件 交给葡萄牙人 即使约翰刚刚立主 营救了自己 听到这些呢 约翰抄给家伙就要灭口 但是奈何呀 罗德里格手里有枪 就这样 约翰怀揣着自己 难以捉摸的未来 踏上了当时 日本的权力中心 大阪城 等待他呢 将会是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将军第二集再见